而她的道歉对象,正是那个被贴上炒作,没演技,纯流量等标签的迪丽热巴。 在这期节目中,迪丽热巴很出人意料的,展现了她超强的台词功底。 一上来,就是一段高难度的哈姆雷特选段,超强的感染力和带入感让人十分惊讶。 奇特的是,她全程没有看提词版,借用到巨小台词将自己裹起来,完全变身成角色本身。 然而当众人还在回味那个疯狂的奥贝利亚的时候,热巴就变身成冰雪漆园里调皮的小阿娜。 超萌的小奶音已经听得旁边的蔡宁老师和舞台上的铁三角,组合一脸一幕笑了。 当然,其他几位嘉宾的表演也相当强势。 以吃面条开创小品时代,至今仍给观众深刻印象的老戏固着许茂老师的台词功底自然不用说。 短短几句话,将我爱我家里的老干部形象精准还原,就连表情都和原角色神同步。 还有每年春晚准时与观众见面,并霸在热搜的蔡宁老师,也是不甘示弱。 她化身开心奶奶,愿意大命公辞中午昨天最后的感悟与鲜酸。 白雪公主,中她一人粉饰两脚,一面是天真的公主,转眼又秒变恶毒的皇后。 很有趣的是,现年57岁的蔡宁老师仍保持着很好的身材,仅仅剑影就让新生团惊叹。 看样子,不论多大年纪,演员都对自己身材管理得很严格啊。 活跃在年轻人口中的王大锤前配音演员,现任演员白客,也有着出色的表现。 谁也想不到,下场搞笑的白客,一出场居然选了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。 谁能想到这副云淡风轻的样子时,她正多情就好奇地打量林黛玉呢? 随后,她大胆挑战了张佳辉在扫毒中的角色,面摊鸟电港片配音枪。 四位嘉宾展现的共八场秀都十分的精彩,然而观众和新生般最最好奇的还是三号,也就是迪丽热巴的真面目。 于是她走上舞台,将地下作者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。 她也不负众望地带来了一段精彩的模仿秀。 她的认真,也让大家散布绝口。 当然,整期节目最最最精彩的,还是所有嘉宾一起表演的声音大秀。 四位演员元首演绎的香港经典催乐电影《岁月神通》,让人动情。 在这当中,迪丽热巴和白克,更是与人分事三角,凝准的转换角色,令人恍惚。 这期节目中,我们看见了新生代演员的努力向上,也看见了老一辈演员的敬业坚守。 这种对于职业的责任心的传承,十分让人感慨。 尤其是获得周冠军的热巴明显发了,却得到了前辈猛猛心的鼓励。 蔡老师也大方点赞迪力热巴。 请不吝点赞连订阅。